这里就是18世纪世界首富和珅的家 都知道和珅有钱 那您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吗 据说他家的一根柱子呀 在北京可以换270套房 和珅家的三街玉宝 绝对让你呀大开眼界 他家中呢 还有康熙皇帝亲自书写的天下第一符 悄悄告诉你 能够看上一眼的人呀 都是有福之人 还有很多人在电视剧看过和珅 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但是他家里呀 舅舅有什么呢 您却不知道 关注穆子带您走进和珅的家 去了解他是如何从一个穷书生 慢慢走向世界首富的 走吧 其实大家对和珅的误解呀 太久了 很多人呢认为和珅很有钱 其实呀 他呢还很有才华 他说皇帝住的是金鸾殿 里面呢有很多龙 他是万岁之人 而我和珅呀 应该是万福之人 于是呢 在和珅湖底有成千上万的边福 他的寓意就是福禄寿中的福 福字呀 可是排在第一的 所以我们把公王府呢 也叫做万福园 人们常说 来到北京 要到故宫 沾一沾王气 到长城 沾一沾霸气 到公王府呢 要沾一沾福气 当年嘉庆皇帝 抄和珅家的时候呀 可是气坏了 说和珅你个老东西 你住的地方 竟然和我父皇住的乐寿堂呀 一模一样 并且呢 我父皇用的是小叶子台 你竟然用上了帝王专用的金丝楠木 难怪别人都说 皇上有的 你要有 皇上没有的呀 你还要有 这百亿豪宅 到底有多豪华呢 跟随木子呀 咱们去看一看 走吧 那根价值27个亿的一个木头呀 就在这里面 赶紧过来看看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走了 这座楼呢 它分上下两层 它呀 也叫做仙楼 因为古人认为呢 脚步粘地 皆为仙 纵观整个清朝 只有和谁一个人敢这么住 你看那些柱子 就是价值连城的 金丝楠木 那么这个金丝楠木呀 生长期呢 非常缓慢 一般生长在哪呢 海南 像这个窗广云贵等地 而且呀 当时砍伐的时候呢 非常的困难 时常会遇到危险 民间有句老话叫做 进山一千 冲山五百 也就是说 在砍伐木头的时候呢 他们当时把木头放倒之后 等到来年 山洪爆发的时候呀 利用洪水呢 把木头再次冲下来 所以说和珅呀 不愧是有天大的本事 那么站在门口呢 咱们就能闻一闻 这个南木的香味 所以说到了夏天的时候 里面不会有蚊虫 再多呢 它都飞不进去 咱们呀 再看看里面的桌子 还有椅子 看上去呢 它就会发光的一样 这种呀 叫做 弹木镶嵌 螺垫工艺 就是用贝壳 还有夜光螺 打磨成 特别薄 然后呢 再镶嵌进去 看起来呀 非常的高档 并且呢 是价值连城 就那边的一张桌子呀 就说现在 可在北京 可以换一辆 劳斯雷斯 再看看脚下的地板 这种地板呀 非常稀少 以前呢 皇宫里都没有这么多 它呀 叫做花斑岩 这种石头 是随着火山爆发的时候 岩浆裹着贝壳呀 翻滚出来的 再经历地壳 千年的挤压形成 所以说 和珅加坡的地板 都是亿万年的化石 这可是大自然的产物 故宫的金砖呀 它呢 都没有这样金贵 而且它有一个特点 冬天走上去的时候呢 是温暖的 夏天踩上去呀 是非常凉爽 而且防滑效果呀 也非常好 您再抬头呀 看看上方 可了不得 这两朵呢 24K 纯金制成的鲜云 两朵加起来 达到了50多斤 我要不说您呀 肯定不知道 哥在这么不起眼的地方 说明和珅呀 虽然有钱 但是呢 它呀 比较低调 您听说过 会吸水的石头吗 在这院子里边 它就有一块 您呀 可千万不要错过 咱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只要把水呀 盛满后 它会自动把水呢 吸到顶部 而且常年呀 保持湿润 顶部呢 也会长出青苔来 特别漂亮 重点呀 是这个石盆 这可是 翡翠原石的 看看这边 都被游客呀 给盘出来了 据说这呢 是翡翠中 最昂贵的帝王绿 和珅真的是 太有钱了 那么它有多少钱呢 到底藏在哪里 现在呀 我们去它的藏宝楼 去一探究竟 看 这里就是和珅的藏宝楼 我的个天哪 这也太长了吧 足足有186米 108个房间 当年嘉庆皇帝 看到藏宝楼之后呀 我跟您讲 当时气得眼睛都绿了 就说和珅 好你个老小子 你有这么多的宝贝 藏宝楼呀 竟然这么大 而且因为呢 好多宝贝呀 嘉庆皇帝一辈子 他都没有见过 嘉庆皇帝 看到这么多宝贝的时候呢 是既高兴 又气愤 后来抄家的时候呀 和珅的财产呢 折算下来 有值一一两白银 这是什么概念呢 当时大清国 一年的收入呀 才5000多万两白银 所以和珅的财产 相当于大清国库的 15倍左右 只能用四个字 来形容和珅了 富可敌国 全世界同时期呢 只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五 能够和和珅呀 搬一搬手腕 但是后来经济学家统计了 路易十五呢 最鼎盛时期的时候 财产才1400多万两白银 所以他跟和珅比不就是 小屋建大屋了吗 和珅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有这么多宝贝 他是怎么区分 哪一件宝贝藏在哪里呢 大家看一下 这些窗户的形状呀 都不一样 堪比和珅的密码箱 这扇窗户里面放的是呀 24张纯金的八宝漏金炕 上面呢 镶嵌了各种宝石 非常的漂亮 这个窗户里面呢 放的是600多斤的人参 因为当年啊 乾隆皇帝每天呢 都要吃上一天的人参 和珅说了 我也得吃 而且呀 吃最好的 他呢 就想方设法 弄了600多斤的 长白山的野参人参 藏在了里边 这扇窗户里面呢 放的是所有女人呀 做梦都想拥有的珍珠 而且呢 放了十颗 那很多人说了 怎么只有十颗珍珠呢 这可不是一般的珍珠 这个珍珠呀 大小呢 像桂圆一样 那么这扇窗户里面呢 放的是7000多件衣服 这可不是一般的衣服 这扇窗户呀 像仙桃一样 它的里边呢 藏的呀 是珊瑚树 而且呢 是阿卡牛血红 就像一个花生豆那么大 这么一点呢 搁现在呀 都得是上万了 当时乾隆皇帝 拥有的红珊瑚呀 才两尺多高 和身家的红珊瑚呢 有三尺多高 一共呀 有十一株 那么当时家庭皇帝 看到之后呀 简直都惊呆了 我们再看看这扇窗户 这个可不一般 它是所有窗户当中呢 最吉祥的一扇 下边呀 有两条年鱼 寓意着年年有鱼 中间呢 是古代的一种乐器 叫做庆 整体寓意呀 叫做庆鱼年 在最顶端呢 有一个倒挂的蝙蝠 所以整体呀 又寓意着 福庆鱼年 里面放的呢 都是金元宝 可不是咱们想象中 拳头那么大的 而且呀 是像枕头那么大 一个呀 兜得一千多两 六十多斤 一般人呀 他都提不动 悄悄告诉你 这呀 都不算什么 他家的后花园 可比皇家的玉花园呀 还要大 两点五倍 而且呢 天下第一福呀 就藏在里面 当年嘉庆皇帝抄家的时候呢 所有宝贝都搬走了 唯独这个天下第一福 他没有感动 那么里面究竟暗藏了什么玄机呢 走 带你们呀 去看一看 这个门就是和珅家花园的大门了 叫做呀 西洋门 就是当年房子主人呢 想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来挽救 蜻蜓啊 特意修建的 而且再往后走呢 就可以看到一个太湖石 这个太湖石非常特别 站在这个位置呀 看上去呢 它像一条鱼 而且鱼鳞呢 都是一清二楚的 恰好跟这个石门呢 形成了鱼跃龙门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呀 它呢 又像一只鸟 但是我们再换个方向看 又不一样了 它就像一个中年妇女呢 抱着一个孩子 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啊 带着这个和珅 下江南的时候呢 和珅呢 就看中了这个石头 是暗藏玄机 请皇帝呀 赐给他 和珅当时虽然有九个媳妇 却一直没有孩子 都这一把岁数了 他也着急呀 这么多钱 要是没有继承人 那可就可惜了 据说这块石头呀 放在府里第二年呢 和珅的媳妇 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 也就是后来的 他唯一儿子 风神音德 所以这块石头呢 取了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 叫做宋子观音石 这大儿子有了之后呀 和珅这下呢 奋斗目标呀 更加明确了 所以他说地上的钱是我的 天上的钱也是我的 看看那个边上的龙头呀 他呢就是和珅家的入水口了 巧妙的呢 在这里呀 建了一个池塘 他呢叫做福池 整个形状呀 特别像一只蝙蝠 两边呢是翅膀 中间呀是他的头 那么在池塘边上呢 又种了几棵鱼树 这鱼树 结出来的果实呢 像铜钱 所以说呀 他叫做鱼钱 当鱼钱掉进这个 当鱼钱掉进这个池塘里面呢 他呀就是居宝盆了 看见居宝盆 裁员进您的家门 咱们呀再回头呢 看看这个宋子观音石 正好让外面的浊气不入 财气不出 难怪和珅呀 这么有钱 和珅可以说是 我们每个人呀 奋斗的目标 事业呢越做越大 操的心呀就越多 人呢就越累 他在家呀 就搞起了休闲娱乐的场所 这里呢叫做流杯亭 从山上饮水进来 经过这些曲折的水路呢 然后流下来呢 叫做取水 咱们呀可以看看流入的入口 然后会在这个入口呢 放一个酒杯 酒杯呀里面装上酒 在下面漂流的时候 带到这个杯呀 流到哪个地方呢 坐下的人呀就要罚酒三杯 并且呢要做上一首诗 比较好玩嘛 但是要说的呀 是他的文化 这里呢去看呀 他是一个川字 川既为水 水就是财 往这里看呀 他是一个转字的寿字 也祝愿看到这里的人呢 福寿康宁 和珅家好玩的地方 可不止这里呀 公王府三决之一呢 就是这个大溪楼了 那么到底绝在哪里呢 大家呀过来看一看 整个大溪楼有六七百个平方 全部用的是笋毛结构 上面没有用到一根钉子 这么大的平方溪楼 和珅坐在包厢里面 如何能够听得清声音呢 在溪楼的下面 有九口大缸 乘一个V字形 当时上面畅屑的时候呀 下面呢可以产生共振 这就是我们最早的 立体环绕音箱就出来了 还有呀 这房梁上面的都是彩绘 一定要看一看 经过了上百年 没有进行变化 全是手工绘制上去的 画的呀是紫藤 寓意着紫气东来 并且呢配上绿叶 所以不论是春夏秋冬 在这里听戏 只要您一抬头 就会感觉春意盎然 现在我带着大家呀 去沾一沾公王府的福气 走吧 嘉庆皇帝当年 抄和身家的时候 最想带走的呢 就是那个天下第一福碑 康熙皇帝玉比 为什么又没有带走呢 是因为呀 这个福字碑呢 它被一个假山呀 给包围起来了 看看这个假山 它像不像两条龙 龙呢是皇权的象征 所以呀 这个寓意着江山 这两个福字碑呢 高度达到了八米 深深的埋在了地下 如果说动了福字碑的话呢 假山呀就会塌 嘉庆皇帝呢 也怕江山不稳 就没有把福字给带走 我告诉你呀 所有人来到公王府呢 都想去摸一摸这个福字 你想不想沾一摘福气呢 现在慕子呀带您去 走吧 这个福字应该怎么摸呢 非常有讲究 多紫 多财 多瘦 多甜 多福 五福合一的福 这个福字呀 摸的时候应该从上到下摸 然后这个福字 平时来的时候 我摸完之后 把它装在兜里面 都是悄悄带回家的 但是今天呀 我把它送给屏幕前的您 接到了吗 接到了 打一波 接到了 对